公关3000点A股冲高回落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发哥 欢迎收看今天的普通视频 在本周一的时候我们讲到 大盘在本周大概率是先一后阳 周一周二主要调整 周三由绿翻红进行一个过渡 周四周五则抗反弹 那么回顾周一周二到今天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周一大跌 周二小幅收率 今天则是完全翻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互生两世总体呈现一个普渣 虽然在盘中出现了冲高回落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市场的赚钱效应 还是相对爆棚 好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涨的板块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 一个是软件开发 当这里的话 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性创 然后是医疗器械 这一个方向 还有就是半导体 其中医疗器械板块 在昨天我们五评的时候 也是提到了 我们把它列为机会方向之一 今天得到了验证 好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 截止到下午2点过5分 两次的成交量已经超过了7600亿 这个成交量相比于 昨市放量接近800亿 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成交量 继续发展下去 两次在收盘 成交量有望突破9000亿 所以今天放量表明市场非常活跃 好这里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五评的观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昨天 我们把本周的行情先一后扬 说到了对吧 周一周二组调整周三过度转反弹 也提到了 并且也提示了增悉3000点以下的低息机会 那么从目前行情来看的话 这样一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市场的验证 然后我们在板块方面的话 分享的是个方向 其中有医疗器械猪肉养鸡券商和赛道 其中今天医疗器械券商和赛道板块 表现都非常活跃 但猪肉板块表现低于了预期 那么接下来行情会议怎么走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 上证指数的自线图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在昨天上证指数收住了地点2934 今天则是迎来了一个震荡上涨 而且但有放量 那么这里来讲的话 基本上巩固了昨天的低点 所以目前的走势 我们可以把理解为一个二次探底 并且这个二次探底趋向于成功 为什么现在说趋向于成功还不能确定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今天上证指数还没能站上 周一的这一根大阴线一半之上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还需要等它进一步确认 不过目前大的方向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二次探底之后 看震荡反弹 好我们再看一下创业板的走势 目前来讲的话 创业板二次探底 构筑相对成功一点 我们会看到今天创业板表现非常活跃 盘中最高是涨超3% 现在的话也有2.32%的一个涨幅 总体它是处于周一这根中阴线一半之上 所以这种走势相对更强一点 总体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互生两次总体都是构筑了双底 而且这个双底基本上都构筑成功 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我个人保持乐观 好那么再说一下今天行情为什么会出现冲高回落 但这里面的话有券商的回落 也有白酒的扎盘 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周四是属于本月的期权交割日 而周五的话则是股指交割日 所以说这两个关键的时间点资金方面在做多上 它显得稍微有一点犹豫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有犹豫 但是总体它是上涨 所以方向上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 好指数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热点板块 今天我们采用久工购的形式 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这些热点板块的表现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档 主要是EL器械性创和软件开发 这三个板块是今天涨幅领先的板块 其中医疗机械我们知道 在昨天回踩了双底的颈线 今天展开放量反弹 说明目前医疗机械板块正在开启新一波行情 这个方向可以继续关注 信创板块在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动拉伸 也是再度创出了新高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行情的一次蓄秘 而软件开发板块的话 实际上基本上是等同于信创 因为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板块的0档个股 基本上都是一致 所以说这两个板块关联性非常高 同样的也是出现了一个蓄秘行情 那么接下来可以高看引线 好我们再看第二档 主要是光伏设备航天航空和半导体 这些主要是赛道板块 其中光伏设备板块在这两天表现相对活跃 也是强于了风电设备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话是突破了颈线 那么这个位置我们就看突破之后能否站稳 当然今天的突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可以去持续关注 好我们再看一下航天航空 航天航空板块在前面是一个强势细盘 我们把它称之为上涨中继细细盘 之后的话看反弹 那么从突破之后我们可以看见 连续三个交易日总体都是呈现的一个上涨 目前的话主要就看五日线支撑 五日线不破 那么持不待涨 好我们再看一下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目前在主要的压力位 可以进行一个震荡细盘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之前的三个交易 是基本上都是处于这个支撑位置上 所以这是一种强势的细盘 今天的话有一定的突破因子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还没有去突破前面的这个高点 所以目前的话我们可以持股待涨 但要保持一定的谨慎 好我们再看第三档 主要是证券 猪肉和汽车整周 正确板块在昨天探底之后 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异动反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午后回落相对比较多 不过从总体位置上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看见券商板块 目前重心结构在逐步的上移 那么这一次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二次探底 接下来的话就看紧线位的一个突破情况 好我们再看一下猪肉板块 在今天猪肉板块是出现了一个杀跌 我们可以看见目前猪肉板块已经跌到了第一波行情的一个起涨平台 那么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虽然目前走势较弱 但是已经到了主要的支撑位 所以从位置上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从目前猪肉板块的基本面 我们可以看到猪肉价格在持续上涨 所以这一点呢 我们可以等待它的一个逻辑兑现 所以目前对于猪肉板块虽然走势较弱 但是我们仍然需要保持耐心和信心 好我们再看到汽车整车 在昨天汽车整车板块是出现了利好 也是出现了一个放量反弹 不过在今天表现相对法力 在昨天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了 汽车整车板块目前来讲的话洗盘尚未充分 但是短期利好加上日线的一个底背里 有反弹的这种刺激因素 但是反弹的高度有限 从图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汽车整车板块的紧线位就在上方不远 所以空间相对有限 因此在操作当中保持适当的谨慎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发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